起来 起来 还有七八米站起来 不经意间就往下瞟了一眼 也眩晕的感觉 一笑子就上来了 作为舟车的驾驶员 他属于司机专业 必须要通过考核达到优秀以上 蹲在这个门桥 如果说是发生这个夹击的话 应该说是对于这个人的伤害应该很大 就是刚才我给你讲的 你看到华能 华能没有把它堆直 又要用手脚比距离相当的有 水温可能就几度 在里面手脚都是木的 嘴型不好的是很难过去的 小心 小心石头 将接班 这里 为了锻造和训练兼兵 官兵们经常要在危险的水域中作业 陌生的水域环境 更能激发战士们的潜力 是对体能 胆量技术和智慧的多重考验 在穿越水位暴涨的河谷 在随时可能落水的狭窄周体上 每一次在水上执行任务 他们经历了哪些历险的故事呢 往前走 身上的背囊啊枪 不小心就过到了那个旁边的铁丝上 这一名战士叫李万能 因为原部队转力 李万能从防空旅整编到了边防连队 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巡逻任务 不要往下看 在走到藤桥的中间部位时 他的身体突然失去重心 跪在了狭窄的藤桥上 起来起来 桥下波浪汹涌 一旦掉入其中 瞬间就会被水流淹没 那么李万能和战友们 到底要完成什么样的巡逻任务呢 李万能所在的云南某边防旅十九连 是南部战区陆军最西北端的一个连队 连队负责守护的十块戒碑中 有八块在海拔三千两百米以上的高山之巅 陈一路跟我来 官兵们要在两天时间内 沿独龙江穿行横渡 到达中缅边境的四十一号戒碑处 进行巡逻任务 此刻如何渡过河谷 成了第一次参加巡逻任务的李万能 需要面对的新挑战 河谷水系丰富 在支流上像这种用铁丝和竹竿搭设的腾网桥很常见 它是独龙族群众渡河的重要工具 因为腾桥比较简陋 桥面的宽度只有三四十厘米 为了保证安全 指导员安排大家依次通过 出发 往前走 对 不要往下看 驻大员驻大员 驻大员消一个可不可以出发了 出发了可不可以出发了 明白明白 第一次参加巡逻任务的李万能刚一上桥 就出现了一个意外情况 一个不稳 李万能突然跪在了腾脚上 桥下是翻腾的江水 如果掉入其中 瞬间就会被水流淹没 此时的李万能没有退路 李万能做了几次深呼吸后 逐渐让自己紧张的心情平复了下来 他迈出的每一步也都更加小心 稍不小心掉下去 可能就被水冲走了 不要看谁下跛 往前走 快到了 加油 李万能的话 实际上就是特别过硬的 我们一开始就出现了这种状况 确实让我心里面有点阴影的担心 能不能走到最后 我心里面一直在打鼓 尽管平时身体素质不错 但李万能没有想到 巡逻路上遇到的第一座桥 就以这样的形式 给了他一个下马威 虽然最终平安过桥 可他的额头上 还是冒出了冷汗 此时李万能不会想到 接下来的巡逻路还会更加艰险 很多地方甚至连这样简陋的藤桥都没有 因为我们这边雨季特别长 塌方和泥石流 把这个正常的巡逻路给堵了 所以我们只能是从塌方的这个地方 迅速的通过 通过之后再回到我们原先的巡逻路上 慢一点 太湿 太湿 走出茂密的丛林 巡逻队沿着河谷继续前行 我们现在到了我们要过河的地方 尤其这两天连续下雨 我们要过的这个地方水比较深 我们接下来往前面再走一走 看看前面有没有更合适的地方 可以渡过河 持续降雨导致河水暴涨 原来可以徒步穿过的河流 已经被水流淹没 官兵们要设法渡河 我翻台呀 可能是我们面前这个比较平的这个滩 是我们最佳的渡河机 待会儿啊 我们首先由我过 持统员 我先过去吧 以前我们练过武装球队 我水性也比较好 这样啊 一万两通知 你就先不要过去了 有了刚才过河的经验 再加上练过武装球队 此时的李万能有了底气 为了证明自己 他主动提出渡河 但考虑他是第一次参加巡逻任务 又遇到河面暴涨的危险情况 指导员范茂婷决定第一个尝试 指导员范茂婷决定第一个尝试 指导员小心 我注意安全 往这边走 那里水流太急了 指导员往里边靠一点 往这边 虽然指导员范茂婷做好了保护措施 但是刚刚走过四分之一的距离 河水已经漫过了他的腰部 湍急的水流冲击着他的身体 每前进一步都十分艰难 你们稍微把这手放松一点 我直接游过去 越往深处游水流越急 在冰冷的河水中 指导员范茂婷的体能在急速消耗 有惊无险 范茂婷终于安全地到达对岸 并把随身携带过去的攀登绳固定好 拉着攀登绳 又有一名战士通过了河流 突然的降雨 让河水水位变得更高了 汹涌的水势 让指导员范茂婷隐隐担忧 力万能和战友们能成功渡河吗 水温可能就几度 在里面手脚的是木的 水性不好的是很难过去的 这个下面的水非常急的 我刚才游泳的时候明显感觉到 身体根本控制不住 思索片刻 指导员范茂婷决定改变巡逻路线 已经到达对岸的塔又游了回来 一定要忙起啊 忙起 对对对 加油 快点忙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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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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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一下 快 快去接 接一下 不要忙 冰冷的河水 让队员们的手动得麻木 如果再带上装备和杯囊 行军将会变得更加艰难 指导员范茂婷决定 放弃渡河 寻找另外的巡逻路线 现在我们只好走另外一条路 时间会可能也延长半天 但是相对来说会比较安全 加油 快点忙 加油 目睹了刚才的惊险经历 一旁的李万能也暗生忧虑 不知道前方还有什么未知的危险 在等待着他们 他们能否顺利到达41号戒杯处 有点畏惧了 看着比较平静 但是下面暗流涌动 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些杯囊啊 这些装备不好过去 把东西都收拾好 加油 牙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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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巡逻官兵已经艰难跋涉了七个小时 官兵们将要在此修整一晚后再继续前进 过来烤火快点 由于昨天更改了巡逻线路 耽误了时间 为了在中午一点前到达戒杯处 指导员范茂婷决定带大家走捷径 用溜索的方式横跨屠龙江 切记一点什么呢 这个手啊千万不能扶着这个溜索 扶着这个溜索的滑轮滑过来 撞到这个地方 撞到这个地方之后我们这个地方是活动的 会打开 这样人就掉到江里面去了 人要是掉到江里面去了 生反的可能性欺负为力 等确实我们滑轮不动的时候 手脚兵用慢慢慢慢的滑过去 刚才我所讲的准事啊大家都听懂了吗 看到奔腾的独龙江和细滑的钢索 李万能还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过江方式 记住刚才我跟你讲的 眼睛看到滑轮 始终保持滑轮是垂直的 指导员还是很担心李万能 临出发前 他再次叮嘱他 保持滑轮垂直的动作要力 周老爷给我检查一下是否安全 我准备走了 好 可以 这个手抓到这 这个手抓到这 对对对 好 好 周老爷我能行的 好 准备好了吗 好了 好了 好 可以 一 二 三 走 追 可能是过于紧张 李万能在溜索时 还是出现了一点小问题 滑轮滑到中间部位突然停下了 怎么划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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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过六所也没什么技巧 第一次过嘛 加上心里有点紧张 然后就过去的时候 可能往回到的时候 不小心扛了一条 朋友 准备 横渡水未暴涨的河谷 走过一场陡峭的临街小路 后面的注意啊 这块石头很滑 穿过飞流而下的瀑布 被脚下面特别的滑 一定要小心 经过四个小时艰难跋涉 李万能和战友们 终于到达中敏边界的 四十一号戒碑处 经历了这一次的水上历险 让李万能对毒龙江畔的巡逻任务 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在兵防巡逻任务中 会遇到很多急流险滩 需要战士们掌握多种渡河技能 然而在实战中 如果遇到大规模的人员装备 需要紧急渡河的情况时 就需要动用专业的周桥部队 开设浮桥渡厂了 随着一辆汽艇突然驶过 两个周体在泛起的水流推动下 拉开了距离 周桥兵古南使劲拉着并周距 想把两个周体重新并在一起 然而两个周体却越拉越圆 古南的身体也失去了平衡 眼看就要掉入两周之间的缝隙之中 那么古南正在进行一项 什么样的水上任务呢 古南所在的部队 是一支担负渡河工程保障任务的 周桥部队 入伍多年的古南 一直是一名周车驾驶员 一直想学习周桥驾设技能的他 终于有了实现愿望的机会 鱼里开展一专多能训练 他第一个报名参加了 作为周车的驾驶员 他属于司机专业 必须要通过考核达到优秀以上 就是完全胜任本职 才可以转入多能训练 古南凭借过硬的驾驶技术 轻松达到了优秀 他成功转入了多能训练 一二四 通过一个月的刻苦练习 古南的手臂、腰部和腿部力量 都得到了快速提升 打招 抬跳板也显得轻松多了 但是古南要想实现驾桥的愿望 还必须掌握汽艇的驾驶技能 汽艇是周桥作业中必备的动力装备 多个门桥在汽艇的推动下 才能连接成一座横跨江河两岸的浮桥 虽然古南之前是一名周车驾驶员 但是驾驶汽艇和开车毕竟还有很大的区别 为了检测古南汽艇驾驶的技术 指导员安排了一场营救测试 就在这一天的周桥作业中 一名战士突然落水 期待救援 古南迅速驾驶汽艇去营救战友 水也比较凉 可能因为发生的这种抽筋 腿抽筋或胳膊抽筋 到那种情况下也特别危险 对古南来说 这是他第一次执行营救任务 如果驾驶汽艇的精准度控制不好 将会给落水者造成严重的伤害 他能成功救出落水战友吗 肯定紧张 因为每一分每一秒的一个生命店里头 必须抓在那边过去把人救出来 落水战士一旦体能透支 就有溺水的危险 古南争分夺秒加速前进 汽艇距离落水的战士越来越近 危险也越来越大 现场所有人都为这名落水战士捏了一把汗 太远的话 这个救生圈也够不到它 如果说太近的话 容易这个舟将那个人撞伤 古南驾驶汽艇高速行驶 精确地控制好舵轮 和落水战友保持适当的距离 稳稳地停下了汽艇 落水战士被成功救起 能够根据风浪和流速驾驶汽艇 他距离自己的驾桥愿望 又前进了一步 这一天 古南和战友们接到任务 要在河面上架设曹渡门桥 作为周桥操作手 古南和战友们 需要将数个周体连接在一起 组成一个曹渡门桥 像渡船那样 渡送装备和人员过河 这是周桥作业中 难度最大最危险的课目 极易受伤 开始 周桥的分解结合 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 就在古南和战友们 忙着周上作业时 一艘汽艇突然驶过 掀起的浪化 引起了周体晃动 我只是擦着吊 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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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将并在一起的两个周 在水流推动下 突然拉开了距离 古南使劲用并周距 把两个周重新并在一起 但是身体逐渐失去了平衡 眼看就要落入 两个周之间的缝隙 都是几时蹲在这个门桥 如果说是发生夹击的话 应该说对于这个人的伤害 应该是很大的 我下一次就守了个动作 那边跳了一下 跳在这个侧边 能减少一定的危险 它周毕竟是两周一起合的 我在侧面不会有什么危险 慢点拉 慢点拉 松开不就行了吗 你刚才重心应该靠后一点 看着劲不对 你把手松开 别动就走 你调整一下吧 没事 你一遍吧 这次落水的教训给古南敲响了警钟 要想掌握好周上作业的过硬技能 可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 紧张的作业后 操度门桥终于连接成功 门桥载着车辆安全抵达岸边 古南用几个月的艰苦付出 实现了向周桥多面能手的转型 无论是第一次执行巡逻任务 横跨江面的李万能 还是苦练水上技能 成为周桥多面手的古南 经历这一场场水上历险计 让他们在面对危险复杂的作战环境时 临危不惧 从容应对 我们马上要经过这个瀑布 这个瀑布是经过 直到41号戒备的必经之路 这个铁丝是我们老一代官兵 巡逻的时候布设的 大家走的时候 一定要抓牢这个铁丝 抓牢 注意脚下面特别的滑 一定要小心 小心